好当然这节我们的新闻头条 午报先带大家来关心 新北市本桥这位骑士 行进了警方路检点 但是他不但没有乖乖 停下来给警方来拦查 结果他是催漏去 这个催油门冲撞警方 被抓住衣服推倒之后 居然还直接把autobus给丢在原地 危险就直接的穿越 车来车往的车阵 一路拔腿狂奔落跑 差一点点了 就要被路过的车辆给撞上 大街上头你跑我追 非常非常危险 警方追逐最后他体力不支 遭到逮捕 挥手示意停车受捡 机车假意停下 下妙却狂催油门 神色慌张冲撞远警 远警深受阻拦 推倒机车 但男子一秒气车逃一把腿狂奔 惊悚穿越车阵 差点被撞 但他猜不管 豁出命来就是要逃 干什么东西啊 大批远警紧跟猛追 好不容易牵后包抄 将男子扑倒在地 跑得有够急 连鞋子都掉了 原来他根本是名通气犯 原来这名37岁阳姓男子 因为收受 早午开庭不到被法院通气 就怕要入狱 他竟从花江桥一路狂奔逃到时光公园 跑了400米依旧招待 一个路检点通常至少会有四名警力 布阵包夹就怕嫌犯逃逸 这次通气犯不但冲破防线 还上演你跑我追 被抓回来不但得移送归案 但因为没有停车 数捡荷包再喷18万 记者月威林 红玉兰新闻市报道 嗯哼不哼 不给警察检查 这样是不行的 好我们的YT聊天室 很多可爱的朋友 还在持续转过来 会迎秋香 还有这个看到了花姐 谢谢你们都转到我们的子评 我们持续来关心 接下来这个镜头 也非常的惊险 台北市的行李区 这位理性男子呢 他喝懵了 疑似酒驾逆向 在逆向这样大拉拉开的车路上头 远景发现你怪怪的 当然赶快冲上前来拦查 结果没想到下一秒 这位老兄他居然加速 也是直接落跑 到处逃逸 一度乱窜还冲撞人家警车 也敢撞 最后还急煞 故意的哦 害得远景呢 直接打滑惨衰 好了不过接下来呢 他的下场也不好了 如今被依照妨害公务 遭到判刑四个月 远景在巷洞内巡逻 发现一名男子逆向骑很快 按了喇叭示意停车 但他却冲撞远景机车 甚至继续加速 双方展开追逐 男子假装停车 等远景伸手要熄火 他竟然撞开警车 加速逃逸 远景见状也立刻补油门猛追 双方追逐约五百公尺后 男子竟然出奥波 知道远景紧追载后 男子就故意突然减速 害得远景急杀后打滑惨衰 事报地点就在北市虎林街二零二项 晚间七点左右 远景发现理性男子在巷弄内逆向 经过还飘出阵阵酒味 这才上前拦茶 想不到嫌犯不愿配合 加速逃逸 最后远景在追逐中摔车 不只人跟丢了 手脚也全都挂踩 手肘膝盖满满擦伤 远景因为嫌犯急杀惨衰 事后调阅监视器追人 两小时内就将人逮捕送伴 但事后男子却向法官公称 是因为要躲罚单才逃跑 当时急杀也不是故意 但法官最终还是依照妨害公务罪 判处男子有期徒刑四个月 得一颗罚金 这下恐怕真的因小时大 介练传有桃台北上报道 好 惠颖再说 对 这样的情形好离谱 好 央央也说这样很蠢 这样的行为其实真的 另外还来看了 接下来这个震惊各界 今天传出了枪响 在哪里来看的是 台南市区议员谢采旺的服务处 他也是目前议员候选员 谢舒凡的一个竞选总部 在10号的凌晨 突然的 你看 好多枪啊 这个遭到了好几枪的枪击铁门 密密麻麻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全部都是弹孔 算算 居然有三十几个弹孔 嫌犯开枪之后 就骑车落跑离去 目前警方追啊 发现这位开枪的男子呢 是先到雪甲这个科技公司 先开了58枪这么多 开完这58枪这样的狂轰之后呢 又到议员的服务处门口 再给他轰了30枪 总共算一算 居然开了88枪啊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特定的对象 积极地追起当中 暗夜里男子头戴全罩式安全帽 一身黑衣包得密不通风 离开摩托车 拿起手上的冲锋枪 就是一阵扫射 正对服务处门口 边开枪边往后退 接着赶快骑车离开 看起来是有备而来 满地弹壳居然疯狂开了30枪 我以为是一个爆炸声而已 警方来之后 我到外面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的路面上 有那么多的弹孔 我才知道是开枪 非常的惊吓 因为完全不知道状况的来龙去脉啊 嫌犯开枪地点 就在台南雪甲区 还是现任议员的服务处 曉得是议员女儿 今年也要选 竞选总部遭人开枪 连门30处弹孔密密麻麻 地上也都是弹壳 服务处内的千里野也中弹 警方寻线追查 发现这名开枪男子 先到雪甲一间科技公司 开了58枪 公司剥离多处碎裂 接着又到议员服务处 开30枪 总共开了88枪 仍然目前追气中 科技公司召开58枪 市议员服务处也被开了30枪 就在选举前夕开枪原因 特别敏感 记者赖冠章 神山山台南采访报道 这升温真的白热化了 领说的说 群居然出现选举的 赌盘的下注证 提供的是六都市长 还有县市长的选举的赌盘 让大家赌谁赢 赌客加入群组 或是私下讯息 私下来私讯来下注 不过当然这样是不行的 违法的 警方查出原来是新的诈骗手法 至少已经有数学人上当受骗 下注的汇款 下了钱汇过去之后 全部都被锁住了 人头账户呢 张姓女子疑似 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遭警方登门逮人 高雄市长候选人 柯智恩 陈其迈 街头扫街败票 全力冲刺选情 但网路也出现 选情下注脸书社团 新方网路巡逻 上门逮人 用脸书贴出六大县市 选情民调和赔率 吸引赌客来下注 让赌客加入群组 或是脸书私讯下注 但赌客会前后 秒遭封锁 一共数十人受害 警方追查 一名63岁装姓女子 疑似车手 登门逮人 赌客网站IP位置 设在境外 但警方追查 63岁装姓女子 有多次电子汇款记录 疑似成为诈骗集团车手 查过负责人 庄女及赌客一名 并查扣相关的物证 有平板 有手机 手感卡 存折等等 全新白热化 诈骗集团也蠢蠢欲动 企图诈骗吸睛 装姓女子涉及 诈其罪 督播罪和宣霸法 警方依法总办 记者高雄总部的 大量同时也来关心 11月不少百货公司 现在干嘛 半周年庆啊 有没有手刀跑去买呢 好来看一下 SOGO今天开跑咯 今天所主打的呢 还是主要就是化妆品 女生最喜欢的了 整组买最低 莎莎四折 民众啊 有人呢 一大早 全一个晚上 不是一大早了啦 全一个晚上就已经跑来排队 接近11点 已经有上百位民众哦 你看 这样子呢 排得长长的 在门口排队 另外呢 请告诉大家 台北京镇跟高雄左营 新光三月 也推出了周年庆的抽奖 不但可以呢 抽日本旅游的行程 还有可能得到宾室哦 休礼车 上午11点 百货大门一开 民众全往里面冲 周年庆开跑第一天 不少人都是一大早就来排队 为了抢超杀特惠组 早上5点来买化妆品 就是特惠组合啦 我今天大概5点起床 然后坐最早的一班车 主要是因为它有那个 粉红色迷你登机箱 化妆品是多数消费者 每年必锁定的商品 百货推出亚生兰带特润修护 囤货组 原价8560元 优惠价3780元 打了四四折 而且还限量500组 兰扣安平组 原价11870元 特价6192元 几乎打到对折 化妆品单日单柜 消费满6000元 还送800元 使用Happy Go Pay 特别加码 单笔满额 想点数十倍赠 除了化妆品之外 家电3C也是抢购的目标 江神按摩椅 原价288000元 特价268000 限量10台 iPhone14 Pro 售价34900元 送商品礼券2000元 限量20台 今年我们的业绩目标 是在118亿 那这个118亿 是在我们12天的 周年庆期间要做到 各大百货抢周年庆商机 不只凭优惠下杀 还有抽奖 像是金战16号开始周年庆 消费满6000元 抽奖一次 奖项包含两人 东京五天四夜 机家酒 价值6万块 四人冲绳 五天四夜 机家酒 价值8万元 青光三月 高雄左营店 则是推出会员独享 满千赠千点 最高回馈22% 扣100点还可以抽 宾市百万休旅车 看准疫情区换 解封后商机 各大百货要趁周年庆 档期大赚一笔 记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 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 要去哪里买 是用上我们的中天 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